大家好,欢迎继续观看Node.js之消息服务器开发 这节课是我们这一期内课程的第十讲 那这节课我们有哪些内容需要给大家讲解呢 在说这节课的主要内容之前 我们还是先简单回顾一下上节课我们所学到的一些东西 上节课我们主要是在说什么呢 主要是在实现我们这个聊天室的一个功能 比如说设置离称,创业通知这些内容 然后呢我们还留了一部分没有做完 就是我们的群聊和私聊这一部分 因为我们在UI上,UI设计上的这个一个时间呢 花的是相对比较多 所以呢有一部分功能没有完成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先要做这部分的内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我们所要做的一些内容 那么第一个呢,其实有两个点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完善群聊与私聊 好,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把上节课的内容先给补充完整 好,这儿呢我们就不多说 我们直接通过代码来先把它完善一下 当然我们这个已经启动了 我们先看一下昨天的一个效果 好,昨天的效果就是说 当我们输入离称之后 它会显示某某某上线的 当我们在第二个地方同样的 也输入了离称的时候 它会在这边提示 BBB也上线了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上节课 所实现的这一部分 那么我们这边发送消息 这些我们都还没有实现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需要来处理一下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先看我们的UI UI上的话这边其实就这里 还有一点小问题 就是说没有像下的一个编剧 那这儿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考虑把它 做一点小的一个偏移就好了 比如这里我们就可以给它来一个判定 bottom 好,五个像素 然后的话 好 然后的话我们就才这边来 既然我们要控制这个按钮 那很明显我们就要对这个按钮进行一个处理 比如这个send 所以这儿呢我给它加一个ID就叫 就叫 bottom send 这样一个ID 然后我们通过它呢就可以来实现我们的 这样一个 发送的一个操作 这个地方我们怎么来做呢 好,工具方法 这边是做客体IO的相关事情 然后我们在最后的话 我们也可以在这前面来做 在这儿来做吧 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来注册一个事件 比如说当它click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注册一个什么事件呢 click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发送值了 那这儿我们就需要获取到我们这个value 所以我们就需要对这个value也给它一个ID 好,el input message 当然我们这边有变量要定义的话很明显 我们可以定义在这上面来 我们可以定义在这上面来 好,先给它写好 先给它写好 reput message 好,当然我们下面这个按钮 其实也可以用同样的做法来实现的 也就是说 e l btn send 那这儿我们就很简单的直接使用它 然后我们这边呢 获取值的话就需要把这个value拿到了它点 Val 这是jQuery的一些方法 当然如果value为空 或者说什么字符串之类的 那我们很明显就不会去管它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要考虑它如果有值的时候 我们就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要做我们的发送这样一个事情 所以呢我们这儿就应该来做 就应该来做处理了 这个地方做什么处理呢 既然是要发送到后端去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要用save端的new message 这样一个事件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数据发过去 好,这儿呢我们还有一个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考虑到有可能是发图片 那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格式的话 就要约定好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type这样一个属性 然后具体的就是我们的data这样一个属性 这个data的话其实说白了 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value 好,所以通过这种的方式的话 去来调用是比较好的一种做法 因为我们要考虑这个text 那之后的话 既然我们掉了 那很明显我们要等待我们的服务器 来给我们做响应 所以这儿呢我们就需要 来做一个事件 服务器揭示到我们的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这个 message object给它解开 然后拿来使用 这个时候很明显我们就需要 来实现我们的服务器 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掉了 这样一个事件 所以呢我们要在服务器端做一些对应的处理 那服务器端这边处理做什么处理呢 其实就是当收到服务器来发送这个事件的时候 我们这样就会拿到一个message object 拿到之后我们要怎么做呢 很明显我们是要全体广播 所以说我们需要掉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给collector 给它一个newMessage 这样一个事件 然后呢把这个对象原封不动的传回去 当然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加一个什么呢 可以加我们的这个date的 好我们给它加一个当前时间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个数据交互全是以服务器时间来算的 所以呢这样的看起来是比较统一的 当然客户端 我们的做法就应该是 拿到之后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数据写到我们的这样一个 看一下啊 是把这个数据写到我们的这个里面去 所以第一个type的话其实就应该是什么呢 type就不但是system而是user 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的message 这个message其实就是我们的message object.data 然后第三个呢是title title其实就是我们用户的尼称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这个尼称应该怎么来做呢 注意一个东西啊 我们这个尼称有一定的讲究了 我们这个尼称的话是通过服务端传过来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还需要给这个message 自己加一个属性叫niclaim 这个niclaim其实就是我们这个socket的niclaim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title就应该是niclaim 最后 是不是自己呢 是不是自己我们就需要来做什么判断呢 这个时候有两种做法 我们需要把客户端id给它发过去 然后校对一下 这边的做法其实是怎样值得呢 其实是这样子做的 就是说我们在发送的时候 然后我们还可以给它带一个connectid 然后这connectid呢 其实就是我们connect的id 然后我们就在这就要来做什么判断了 message object .connectid 是不是等于我们的connectid 是的话 那很明显就是我们自己 好 这个呢是我们的数据发送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做到了 好 这边输一个东西 然后点发送 aaa 看一下其实生效的 我们这儿也来一个bbb bbb上线了 我们再来 看一下 我们这儿发送的一个aa 已经有一堆值 然后这边其实看得到的也就是 aa发消息来了 我们自己bbb 然后在这边 好看一下 bbb也是没问题的 所以呢我们这个 发送的这样一个功能就做好了 当然这个地方还没有完善就是细节 就是说我们还要在发送之后 我们需要把这个数据给清空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其实呢 是在我们第二发送的这个地方来做的 所以说当我们有值发送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值给清空 清空值很简单 好设置为空 当然我们这儿看到我们这个系统消息 其实它是靠右的 其实有一点问题 我们这边本身来说应该是让它靠左 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消息这个pore pore right 这个text to right 其实是 不要的 好那看这种情况下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呢 同样的 同样的a 好这个时候就要看一下 如果是这边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 这两个值 让它靠右 然后呢 pore right 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做的处理 其实是把我们的这个pore right 然后把这个head顶着也给一下 给一个什么呢 叫text right 好 所以我们这个方法要稍微的改一下 注意了我们这边拼这个地方的一个方法 就需要稍微的改一下 replace 这个地方同样的 如果是自己的话 那很明显 我们就需要把它改成 text right 否则的话 好就是空的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试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试一下 发一个消息 发自己 pore right 没有成 看一下我们这个pore right 没有替换 pore right 没有替换 什么原因呢 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不是有两个 注意到这里其实有两个pore right 这个呢在我们这个替换里面是有一定问题的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如果不是用正折的一个替换的话 它只只会替换一个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给它改成 这种 改成完全正折 然后多次匹配的这样的做法 通过这种代码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就能够被替换掉了 当然这个AA已经过去了 但这边没有过去 这个没有过去 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黑顶这个text right 没有生效 当然我们需要把这个text right 弄过去 text right 弄过去的话 是在这里 如果是自己的话 我们就需要 添加text right 否则的话 变成 空 我们可以在这里把这个 uself 打出来看一下 到底是不是自己 好 我们再发送一条消息 看一下 uself 是自己 是的话 那很明显就应该做替换才对 那为什么这边又没有做到这个替换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text right 是 同样的是有两次 还是什么原因 看一下我们知道text right 其实只有一次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它没有替换成功呢 text right 如果是自己 那么使用text right 这个逻辑没有错 这个逻辑没有错 再试一下 app message heading app message heading app message heading 好 这里 这里其实看得出来它确实是没有生效 这个什么原因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再给它简单做一个AA 简单做一个AA 这样一个钥匙出来 这种调试的话 其实就 比较 难搞了 看一下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不管怎么样 它这边都没有 app message heading 那这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是不是这边出什么问题了 好 我们再刷一下 还是有 那就说明一点 我们这个匹配确实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元素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查一下我们这个 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什么问题了 导致它这个元素没找到 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我们把这边 给它停出来 然后 把这个template 接到这来 中间呢 我们加一句调试代码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它出不来 好 这个我们先直接忽略 当我们点aa的时候 看一下 它首先是to 然后这边的话 app message heading 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变量了 说明在之前已经替换掉了 导致它已经没有 所以呢 就找不到 那这个原因在哪呢 看一下text write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来 这样来做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考虑 把这个template这个地方 也拿出来看一下 我们只能一个一个地方的去怀疑 我们看是不是这个模板本身 就拿出来的时候就有问题 看一下我们这个模板从最开始拿出来 似乎它就没有我们的这个app message heading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得看一下 一拿出来就没有我们的这样一个heading 哦 哦 原来是我们这个文件没有保存 这是这个错误不该犯啊 通过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够把这个注料 然后这边也是同样的 好 现在再来试一次 拿了一个人上线了 然后呢我们发消息 就说发消息来了 好 这边我们也看一下 给一个bbb bbb发了一个消息 然后这边就收到了 接着呢我们来把bbb下线 然后这儿就会提示一个系统信息 然后是什么呢 bbb下线了 注意看这儿 这儿又出现问题了 当我们这个高度不够的时候 他自己就会把它压扁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处理呢 其实是 我们这里有一个content 这content呢要做什么事情呢 要给他一个overflow overflow 歪轴 然后给他一个auto 看一下 这个时候他就会 每次跑到我们的 最下边 就会有一个滚动条出现 好 当然也注意一个问题出现了 当我们发消息的时候 他每次就在下面加 所以说我们看不到 那这个地方又应该怎么来做呢 好 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怎么来做 刚刚那个地方是通过我们这个content 这个地方来做 应该是我看一下啊 我们在这个绘画里面 应该是这个 chart content 这样一个元素 这个元素的话 我们需要给他设置一个 overflow y 然后o2 好这个是他的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呢我们在每次发消息之后 我们都需要让他 在这样一个位置 就是跑到最下面去 那这个地方 我们就应该来写一些 脚本来给我们实现 就是说 当他每次来消息之后 应该是这里来做 来消息之后 写完消息 那我们就需要把它 放到我们的什么呢 最底下那个地方去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要找到 chart content 要怎么做呢 chart content 然后他的 我们要把他的这个 原生的这样一个 JS对象拿出来 取出他的这个score top 然后呢 给他复制为什么呢 复制为他的这样一个 score height 滚动条的这样一个高度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 我们就能够 实现他的这样一个 效果 我们可以看一下 查一点的AA 看一下 他每次就在我们的最底下 好 这个呢就是关于我们群尿的这一部分 私聊的话 方法类似 暂时呢 我们这就 不实现了 我们来主要来关注一下 下一个内容 就是我们的图片